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商业房地产跟住宅房地产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住宅房地产的管理费是谁付的 是房东 那商业房地产的管理费谁付呢 是房客 住宅房地产的保险是房东付的 商业房地产的保险是租客付的 保险的access是谁付的呢 在住宅房地产是房东付的 但是在商业房地产的租客必须要付的 而且是签在住院里面的 我们的房东朋友们就非常清楚 地税是谁付的 是房东付的 在商业房地产来说 地税是谁付的呢 是租客付的 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在商业房地产来说 地税是租客必须负责的 假如说厕所坏了 谁维修呢 在住宅房地产我们都知道 是房东必须去维修 或者是派一个物业经理去把它给修好 但是在商业房地产里面呢 是租客自己去维修 必须去负责的 在住宅房地产里面呢 可能大部分的住院都会说 草坪啊花园啊减草啊 是房东可能要负责一部分 那在商业房地产呢 基本上都是房客必须要负责的 那垃圾费怎么算呢 是谁付呢 在住宅房地产呢 一般是房东负责 那在商业房地产呢 都是要租客去负责 以上就是商业房地产和住宅房地产的 一些支付付费的一个区别 各地方是房屋的 二万多年 下一番 负责是房子就会发生的 是房子就会获得 那上房子就会做出一步 一步 像是房子的 那种一般